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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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 發願 就不念了 我們直接 來看這個戒本 庚武 不受厚施 那么看戒文 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宜 他持种种深色可染茂尼流离等宝 即持种种种庄上妙财力拱居 殷勤讽失 由贤恨心或慧恼心 惟惧不受 世民有犯 有所违约 世然违犯 舍有勤故 所以这样子一个戒文段落 大概大家已经熟悉了 他后面一定是在接着讲 那不然违犯 那再接着讲没有违犯 大概是这样的文句啦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然违犯 不受厚施中有犯不犯 犯中有然跟然违犯跟不然违犯 那我们先名然违犯 那么住戒菩萨呢 欲有他 这个当然就是 这个众生啊 你的这个对境 这个众生出现了 有他 那他持 他拿着种种的 这个可供养的这样的财物 那这边深色就指黄金 所以这边讲深色 深色就是以金色 那以金色深 那金色深他会金色 因为他本质是 是这个黄 所以叫深色 那可染 可染 白银 以银可染为金色 我使用这样的意思 因为以前在铜柱 在制造这些配件的时候 以金为深色 以银可染 是质种种的那个 他们的戒指 黄冠 所以以这样的他们制作的过程 这个材料的特质 所以你看 所以 所以这里面 它是几k的 就是黄金有的比例 所以比例为本 这个叫深色 那被染的那些像银呢 就是可染 所以那个比例 所以在古收的这些配件 就是以富贵来讲 就有金银这两种材质 所以金色深本 那用这个黄 那可染之白银 那为银 那这些都是一个在以前 富贵人家的佩蓝 佩戴的东西 那墨尼呢 就珠宝了 墨尼 这些都是用泛语去找它的音译 那如果我们中国 这个华语来讲 这样讲中国都会很那个敏感 就是华语 所以就是黄金 白银 珠宝 珠宝类 其实珠宝类 里面 其实它大部分就是所谓的 底下讲的珠宝流理这种东西 可能都是属于 矿石类的 都属于石头类的 那有海中的这个 这个稀有物 例如珍珠啦 这个 这个玛瑙 是玛瑙吗 珊瑚啦 那琉璃的玛瑙之间 应该都是这个 这个属于的这个 石头的一个珍宝 像你们在家自己在供养佛的时候 你看 有时候会找一些 你看每一期 就会想 这是南美的什么石 这个什么琉璃青石 缅甸玉 其实 这些故事当然都是上人讲出来的 这是流通的时候 它开产的难度 它的色泽 那事实上 这些东西 其实讲白的就是石头啊 那 我们做这些假观 就是说 用这些世间认为的这个珍宝啦 那你看 在海王星明王星 他们那个 整个星球都是钻石的成分啦 但是 对 那那个 在那个星球上 如果真的有众生 鬼神众生 对他们来讲 那个就是像 他们的空气水一样 那我们在人界 就物以稀为贵 那把这个当作流通的货币 那所以它珍贵嘛 所以这些都是人创造出来的 一个世界 那所以借这东西你在供养的时候 所以你看我们在大圣妙法的这个系统 你看我们前行 这个参公师傅引导我们 我开始皈依 那观想这个师长在前面引导我们要供养诸佛菩萨的时候 我手中 开始观想这盘子里面 这摆盘要很漂亮 它铺了一层那个白色或黑色为底的绒布 那上面呢 有黄金 那黄金你要观想成项链戒指 或那黄金条 那你说 穷人家怎么观想起来 他可能连看都没看过 那重点呢 就是这个代表世间所珍爱的东西 我现在舍出来 那这里面 车群马老 你看我们现在 你们现在去浴室流通场 会看到他们在介绍各种 会讲得很 其实你们去那边 我觉得蛮有趣的 去听他们故事讲 他是怎么珍惜有贵 那你不要被这故事迷惑 或者就这个也买那个也买 你没有多少钱可以买 所以去看那个长那个样子 未来有利你观想 那你这个在佛前呢 也不要去在意说 这个东西 它市值多少 我要拿来保值的 没有 以前师父在十七八岁 那时候供养 就是什么都会拿来供养 因为以我当下所有的 那是最尊贵的东西 那有一次我在这个 开创那个菩萨寺的时候 慧光老师就带着我们 在那边 带着我那边 在举树下 去摆那个石块 我们不是有那种 很多鹅卵石 或说那个 反正那种大块石头 有一些纹路的 去摆 摆在那个 我们一帧佛的旁边 其实那也是共佛 其实用心 你怎么让那个佛下在树下很安静 有一个宁静感 所以你施舍坛场的供养的时候 这些东西 我会讲到这里 就是说 这些琉璃珍珠等宝 其实 诸佛菩萨他不会耗耀这些财宝 不会耗耀这些财宝 这个重点是在你 布施的人 能不能以恭敬心而施 第二 破除千令心而舍 如果以施来讲 供养这个 这个来说是以恭敬的心 那以这个破除烦恼是以能不能舍 所以这个断恶修善 同时在这个地方具足 所以你这些供养呢 就是观想 我在这个盘子 在那边黄金 白银的供养 然后这个琉璃 这个等宝 你能想象的要丰富 那最后你看它引到你 中间有一颗钻石 钻石是代表你的玻璃心 那那些珠宝 就代表你诸多的这个善心 那所以 以三宝的这个供养 你平常就可以修 那在这个地方呢 是你面对人家要供养的时候 你要不要成就他供养的功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你面对有这个 你是一个受觉菩萨界的人 那当你面对到有人要来供养的时候 你是因为起了一个不欢喜心 贤恨心 贤恨心 会恼心 你对他之前的关系 可能有吵过架了 或者说结过怨 或者说这个信徒恼怒过你 种种原因 那你生起称恨心了 那不愿意取有情之意 摄取有情 你才能这样的念头了 那拒绝布施者的这个供养 不受其事 世民有犯 有所违约 当然我们上次不是也有讲那个复波吗 那那个原因是什么 你发现供养者 这个等下后面会讲 就是有种种的这个因缘 是不亲近的 那你可以拒绝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从一路上 从五界讲到现在 其实 那个心才是造业的一个业主 所以你这个心当下是 随喜心 还是欢喜心接受你的供养 还是称恨心拒绝 所以是内念心嘛 好 那么在底下 那也犯 但是不 不是跟贪嗔痴相应 就是你的心 并没有起这个怀恨会恼 这个心 若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忌之心 委惧不受 世民有犯 有所违约 非然委犯 那所以这个上次讲 懒惰懈怠妄念 吴忌有特别讲过了 特别上次有讲到 吴忌不是在讲 为世里面的 善恶 吴忌 那个三性 这边讲的是指愚痴 愚痴不绝 无名不绝 以前我们在僧团 就当我们讲 快快快 这个有信众远道而来 他要供养这个 这个僧团的法师受灾 那有些人在精进用功 或者说有些人他不喜欢这种 人聚集这样子的一个场合 有时候他就不想出来 因为我们也碰到这样的状况 那这个就比较像懒惰懈怠怠了 他没有去饶怠有情的那个心 他提不起来 可是他没有称恨 他只是不想 我不要 你没有发现有一种人他没有称恨 你跟他讲 我们去做什么好不好 不要 那我们要吃什么好不好 都可以 都可以 他就他很懒的动脑筋去决策 要跟不要这样子 你有碰到这样的人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尽量不要 马上就去回绝 不要 所以很多人不要 他不是称恨心 因为他对这件事 对这个没有烦恼 但他不耗要 他常常就讲不要 不行 就是他的人生充满了不不不 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这个重点还是说 你不起称恨会恼 其实后面隐藏的善 就是你有那种饶友情心 就是你比较不会说很多东西 就是为 没有站在饶友情的角度 就很多就是不不不这样子的 好 那无尾范 那当然就是心 狂乱 惊羞状状况了 然后 或官 这个就对字贪 就是我们讲逆向操作 就是我以前 对这些很重视金银财宝 那我现在出家 我现在在成就我这种 出家的戒法 就是要远离这种贪欲受用的一个 希求心 太强了 所以 观受已 身 观受 所以那什么叫受 欢喜 就是说 为什么佛神要替我们出家 这种字 那个不辞经营 这常常事物在讲啊 你一接触 当下受就起来了 观受 以身 观受 以 那个 以心身然着 心身然着 所以这一个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 你正在对字的时候 有时候为什么讲你们 有时候 教你们一个方法 当你们想 师父要供养这个好不好 要买那个好不好 那怎么样 师父肉做不好 你们就不要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那个法师可能 他在 他可能在持戒 他可能在这方面 是真的不需要 因为多了 这怎么样 积聚 那些法师积聚 他可能不知道性格 他可能会去 立刻就舍 就是他敢收 他就敢舍 他就他有那个 人缘人脉 那个众生 他忽联众生很广 他能舍 但有一些 有一些修行人 就像 他属于懒惰懈怠 他没有发广大心 的这个菩萨行 他 以这一期的修行为主 他不需要那么多 你多到他东西 积聚了 让他 其实修道 起很多这样的一个不安稳 反而会 那所以有一些 他已经是在拒绝 他可能这个修行人 他知道这个 多了 就恶求多求积聚 不相应 所以有时候 你要站在这个角度忽念 不是客气 有时候 不要说法师的拒绝 就是师父很客气 没有 就是拒绝就是拒绝而已 各位不要想太多 不要在那边脑补 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状况 当然我不否认说有些 一些我们讲应酬生 就刚出家 他跟这个信众 那种应对 有时候我们看了 实在是也不习惯了 他真的就是客气 可是他里面是想要 那这个有时候我们也都看得出来 但是通常你在戒律到场的系统 他不要就是不要 不可以就不可以了 不要再用世俗那一套 师父你不用客气了 你先收着 以后怎样怎样 直到法师 以后可以饶育友情 没有 有一些他真的 就属于这一类法师 他真的是 不想那个 积聚那么多东西 所以记得 观受乙 就是我以接受的 假如我发现这个东西 我常常这样子 我已经发现 已经起爱着了 所以我会拒绝 那第二个 观察不思者 厚实必定追悔 这个我也看很多 欢喜的时候 就一百个层 那他起烦恼的时候 就诸多的这个追悔 所以你看他这个个性 那有时候 但你不要这样做 你们做一个未来像 你们就站在师父的角度 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人个性这样 那你就不要讲说 不要啦 你收着啦 免得你在布施之后 你以后又后悔 就不需要这样子 你是忽念他知道 他常常现前有能力 他很欢喜布施 可是他下一期 下个月他可能 生活比较急迫 逼迫的时候 他又开始追悔 当初应该不要一下子 布施那么多 或者说当初 我布施的时候没有预算过 如果发现他有这种性格 那你应该慢慢忽念他 那你忽念他 跟他讲 不是讲不要 因为有些人 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可以硬要做 有这样的人 因为师父至少 我知道有一对 那做太太的好喜欢 做生意好喜欢 那个乌龟运才这样 就是拿这个东西去布公司 就是他的帐 其实做先生已经很生气了 就没这个能力 可是他硬要做那个牵手冠衣 弄到那个 我现在没看到牵手冠衣的功德 我看到他上面整个是 跟他叠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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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周转弄得很复杂 其实一个归根究底就是他整个很有供养心 可是他很多是超出他的一个能力 那这样的状况有时候我们要拒绝 因为他同修也是很不高兴的 就是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 但他不会追悔 这个已经讲到 这个追悔跟这个定当贫溃 这个可以一起看 有些人他会因为贫溃而追悔 那有些人不一定是因为贫溃 那这个我刚讲那个就是他不会追悔 但是他就不够用了 可是他一定要做的时候 但有时候你会互念他 为了他家庭和谐 乃是这样子做也不长久 也会去自恼恼他 那这种拒绝 你看那种拒绝 是跟前面的懒斗懈怠不一样 这边都是有饶益有其心在拒绝 所以他第一个他不是那种会脑心 那第二个他也不是那种拒绝 不是懒斗懈怠 完全也没在忽念众生的 他拒绝就拒绝 他拒绝是因为我就不要 就这样子 那这些拒绝都是在关带 自己有没有起贪拙 众生有没有这种烦恼 来做布施 所以那种会追悔的 乃至他布施之后 他一定会发生贫溃的状况 这个你都应该适时的追悔 适时的拒绝 他最拒绝的 布斗 布斗 他的语言很多 语言很多 会讲说你慢一点 下次吧 那就是这样讲 或付比于施迷乱 或付之比于布施 这件事情是迷乱的 颠狂心乱 而行 重宝之师 这个 当然这个是在讲一个原则 就是说 像那天 有一个居士跟我讲 这个 栽主也不知道 这个 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好的沉木 这个一小块是 这个几十万的 就丢在门口 丢在这个四处 哪天 有一个法 有一位法师很认识 试获 这个是城乡的黑白蛋 你把它当作财 丢在路边 大概就是迷乱 这迷乱 就是说 你不认识 你自己有这些好东西 然后布施出去之后 那刚好我们师父 说 你确定要布施吗 就是会有这个提醒 要免得怎么样 他布施之后 然后哪一天 这个他得知 蛤 我那一块一百万 所以有些人他布施 这个没什么 这我就没用到 然后这个师父 你刚好需要 需要一块沉默 怎么样 他布施出去 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价值 所以迷乱有时候 你看这边讲 重宝 重宝 他第一个他不认识 那第二个 比较层次的是法 他不知道布施 的一个 应该怎么样布施 叫清净布施 对法不是很清楚 然后他对布施 这个因果法则 他这个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所以这样的一个拒绝 为什么后面会讲 他就不信因施得果 为什么叫我们会拒绝 就是我们希望一些人 他能透过学习 你知道你布施 不是你 你给我什么东西 我是要告诉你 我们变成一个福点 让你做 乃至众生 未来你在做慈善 你不要以为 你给众生 帮助众生 看起来是这样 但是 是最后的果报 是回到你身上 所以不信因施 布施 会得到这个果报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其实在破除 你做的这些 看起来是帮助别人 那事实上你因果法则 你是分分己得 他是要讲的是这个 如果 当然要看人 要看人 不是每一次 因为有些人 第一时间他只是欢喜布施 他也 你跟他讲因果得果报 他说实际我没有想过这个 你这样讲 你要看根基讲 像这样的人 他可能就是 不是很耗耀果报的人 他只是看到这种 众生得到帮助 他就从苦边离开 得到他的帮助 而得到改善 他就快乐 是不是 你没有这种心情 有人 我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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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就是类似这样 那有时候 我富贵 你看再怎么吃山珍海味 他的人生也高兴不起来 可能一开始追求吃会很快乐 用好的会很快乐 可是久了 你要知道这有钱人 这些东西 久了他觉得没什么 可是当有一天他有机会去看到 他习以为常的这些受用 看到这苹果人家 他一点点 我买的东西也就是一般普罗大众的饮食 大众竟然有一群人因此得救了 得到一场温饱 他会看到他们这样受用 他会很高兴 像这样的人 就不见得是信因失得果 不见得 所以 这个 这边特别讲的 不信因失得果 由此因缘而委惧不受 这个特别要讲的就是 布施 有一些人已经变成说 我在帮助你 那这个角度是在告诉你 其实你的布施 应该反而要感谢众生 有机会让你修布施 你有这样子的因缘 你未来会得到很好的果报 是从这个角度讲 而不是针对那个 他本身已经不在意 得果报而布施 所以这个 若这样写 我怕各位会误解 有些人就 不是因为要得果报 他就是因为看到众生苦其悲心 得而布施的 所以这句话 不信因失得果 所以因为这样 那我拒绝 我以方便拒绝不让他布施 不是讲这一类的人 不是讲那个 看到众生苦他就布施 那他没有再问 这个布施的果报 不是 他针对的就是 要让我们 这个布施者学习 要知道 这个布施的得果报 是因为众生 愿意让你修这个福 那这里面继续在讲 这个 前面讲的 知施主随舍随受 如果我接受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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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主的这个施舍的时候 随即 马上就接受 没有观察 你没有去观察 那 那没有去观察 这个 这个布施的人 有这个 因缘 会 因为 貧穷匮乏 而产生烦恼 那这个 通常 我 我们 面对大众 其实有时候 是平等接受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观察 因为我 我 我 除非有一个神通力 要不然我不知道 你这次布施 会不会下餐没有 那 那小班子大概也就会比较清楚 你看 有的时候 都会了解 你的工作怎样啊 现在有工作吗 工作稳定吗 这小班子 我才有办法 知道 到底 有时候我会提醒你 你 你刚刚不是 那个饮食供养的吗 那为什么还要 还要这个钱财供养 那你就会关心一下 就是说 我会关心你 布施的观念 到底对不对 饮食也是供养 那你去供养 那你这样再供养 那你没有问题吗 你等一下吃午餐 不会有问题吗 那都给 最好法是最好的 让供养的心很好 但是你自己发生生活问题的 这样不行啊 然后有时候就会看 那就会问 会提醒 那大宗中我们没有办 我大宗中就 就是 只能在上课讲说 大家布施的时候 不要自恼 恼塌 随分随力 只能这样讲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观察那么细 就说 弱智施主 谁舍啊 谁受 他在舍 他在布施的时候 我马上就接受 中间没有观察 那 就大宗就不好观察 但是如果特别因缘 你观察出来 此 定当 平溃的时候 那你就要遮止了 你就要遮止 你不能讲 没有关系你继续 反正你这个 后必得安乐 可是他的后 万一是下一期生命 那这一期就眼睛要饿死了 你跟他讲下一期生命 这个就不如 不如法啦 就不如法 那这以前师父有个特质 就是你们每一次这个才供养的时候呢 我都后面会讲 这个 像有时候我会学嘛 我会学说 一分奉多宝佛塔 一分奉释迦摩尼佛 观心菩萨不是这样吗 他先接受供养 然后分两分 那那些这个 五金菩萨不是这样 你分两分 你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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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要做这种事情 就是你要随喜师父 你们做功德 师父要做功德 师父这个转念 转做功德 是真胜广大 你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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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麻烦了 就是师父在交代你们 就是说 这个东西师父把它分成两分三分 就是要你们意念广大的神团 不要只供养一个 所以你们当下那一分 就是会把它融入神团 这样不是更如法吗 但我现在在讲 你们布施者 其心动念不要复杂 舍的当下 就想 舍了之后 师父在讲的时候 是我的事情了 你舍了之后 就跟你没有关系 但你听到师父讲的时候 要修另一种功德 叫随喜 随喜 现在耶稣在转做功德 不是只有你们修功德 我也要修 对不对 那我转做功德 好 那么这个随喜随受 那观察会法的时候 其实要互念众生 就遮了 就遮了 不接受 那甚至我们讲的 你从你家里 跟父母边 跟先生 跟太太边 去拿出来的 或说你从另外道场 把他移出来 移到另外一个道场供养 这个这些 从这边讲 你知道这是生且物 那佛塔 那个脆堵坡 这个就是常柱 就是常柱 佛塔 佛塔物 或说他这个地方是从 从这个路人甲移 哪个地方去捷道 偷道得来的 乃至你知道你要 即将接受的这个才师 是有许多复杂的因缘 应该你接受之后 那这个因缘会再衍生许多过患 上次我讲的 就把这个先生的古董 偷偷地去卖掉 然后去供养的 那当然 我这个故事听很多 就是 这些过患 其实就是 不止上面讲的偷盗 乃至这个 像申请 很多人都不理解申请 说这个 这个道场没用的 我就刷在这里 让这个道场用 但问题是 这不是你的东西 对啊 这道场没有舍 你做一个 你可能在各地方做义工或香灯 你可能都有机会接触到内部 像这些都是 截道偷道的因缘 那底下就是更复杂了 或杀 所以许多过患 那底下就没有办法列举 他就只讲 或杀 或负 或罚 或处 或负 或罚 或责 或罚 或罚 惟 不受 那这个 长老这边特别讲 他有举例 什么叫做 会衍生许多过患 就是说 你一旦 有了这个重宝 就衍生底下的这些 你可能会被追杀 就像古时候 就有那个 他竟然用官吟 来供养 結果你要追查 追到他的誓願 你怎麼會有觀影 因為觀影跟一般流通的影子不一樣 結果引來怎樣 類似火燒宏林寺這樣子 就是把整個這個住持的重要的這個職勢 乃至住持當家都給扣押了 所以你引發了或遭殺戮 或遭這個關押 戲服 乃至你被罰錢 乃至這個像以前王權時代 他是可以流放出家人的 乃至這個惡民 激賢的話 就廣為流傳 乃至這個最輕的就是被罵 被責怪 這個是最輕的 所以做一個當家住持 乃至做一個我們法師 就是法師 如果只是一般接受供養 沒問題 但是你做當家住持 接受密切的跟固定的 跟某這一群的這個護法 接受供養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為什麼說包括你們 我要訓練你們做當家之前 你們要先做執課 你對一個人學佛的因緣 他的生活 家庭 事業 行業的狀況 他這樣來往的時間都要很清楚 不要一時間就貪圖 對方好像那個財富 你立刻就去攀這個園 有時候不要 反而是最好的因緣 不要急著去跟人家募款 作為一個組織 乃至到場的一個當家之客 不要眼中只有錢 因為引來殺生職 我都不知道 就是說他為法 那他也是一個最後也是正命正業的手 正命就是你用合法的這個方式生活 所以你是一個真的佛弟子的時候 那你要募款 要邀請他一起護法 那才可以 所以要注意 要注意 這對很多的來源 所以修行人不是說那個不觀察雲期的 要觀察雲期 那底下講不施其法 所以前面講的有關面對這個財物的這個 布施者應該要怎麼做 那接受者應該要注意到什麼 大概各位要有些智慧的學習 那底下是有關法 真正的一個法布施 那我們下一堂課再講 在不施其法界之前 因為我們在座裡面就是以慈戒為方便 念佛為導規 那師父要講到念佛 我們的慈戒最重要 本來只要講這個就好 那我想講這一個 那我就把全部都講了 其實我們慈戒都在看內心的什麼 慈就是愚痴 你忘了觀照了 你的內心暗頓 你本來有一個明朗 你現在的愚痴 愚痴產生邪見 甚至順著愚痴邪見 起得貪嗔這樣的一個情緒去造作 所以你看真正的念佛 真念佛 你說那還有假的念佛嗎 有啊 我之前就講過 我不是有住過龍山寺那裡嗎 有時候我下午都會去附近走一走 裡面很多念佛人 就像這樣 你就這邊 你可以想像在龍山寺的兩邊長廊 都坐著老菩薩 iety年齊色道比較大顆 一半就比較大顆 這個108顆那個七七糙糰石糌糿糕糊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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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 驁 믿牠看 驁慎吞打招呼 不是說念佛就不能做事 但是 那種散亂性的念佛 有時候甚至念佛 可以坐在那邊念佛 可是念佛一旦碰到所有境界 他的內心 起贪能吃 行为有暴怒有恶口 所以你的念佛并没有办法降服你的烦恼 那你的念佛基本上有问题 那第二个 你的念佛没有帮助你关照降服烦恼 那哪来的持戒 那么反推回去 如果你的持戒不能降服你的烦恼 那你持戒是持什么戒 你没有办法借着持戒降服烦恼 让内心的这样的清静的状态 去相应佛好佛功德 那你这样的持戒哪来的功德 所以从持戒念佛 或念佛持戒 其实这两个功德是互同的 有的很多 这些念佛人他没有来听戒律这堂课 他也不用特别说我要持哪条戒 可是他的念佛都在对峙内心的贪嗔 是妄想的时候 他的身心不去亏损别人 我们讲不自恼不恼他 那他这根佛号就具足了持戒功德 所以原来真的念佛 若你对这个念佛这个佛名 乃是对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号要 内尊佛的功德 他竟然可以接于我们到 这个反胜同居土 免于这个轮回 你相信了之后 那你的念佛不再起贪嗔痴 连内心不再有贪嗔痴的起心动念 那就是持戒 因为没有贪嗔痴的起心动念 行为上会不会有差池 就不会有脑塌的情况 就不会有脑塌的情况 那从上面来看 我们从这上面来看 如果念佛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念佛人 你对你的身心世界 放下身心世界 世界外在世界 那你的身心是外在世界先放嘛 像昨天前天 我一不小心在市区里面要回去 结果我整个被困锁在车阵里面 我说今天怎么会这样子 师傅 因为今天是什么节啊 反正大家都对啊 圣诞夜你看世间晚上整个大塞车 对这个世间的种种热闹繁华 其实以我们来讲先不被迷惑 但是我们内在世界呢 我们身心也是一个世界啊 所以你放下身心世界极大不失 就是我们要舍最难舍的不是 最容易舍的第一个财 第二个亲人 第三个最难舍是你自己 即将要告别这个身体的时候 因为你不得不离开啊 因为你看你能体验 因为那所谓的神事脱离 它不是你要走不走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分享嘛 有一些老菩萨很想走 但是他的身跟世界时间 还没有 还没有到 夜晚还没有到 他整个就抓住你的身心世界不舍 那大部分是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不想走 你就看了那个 整个越来越 越昏沉越来越散乱 就整个好像散离了 那平常 就是在那天到来之前 其实平常的放下身心是最难的 放下身心就是代表怎么样 怎么样 无我 无你的头 无我 当然是无我 但是那是圣人境界 你行吗 我现在在问你的状态 你现在不要想到教理的状态 你每次都拉到教理 生炎量的状态 你答案 什么 你其他都有办法放下 你不痛的时候当然可以 你不痛的时候当然可以 你不痛的时候当然可以还痛 放下 那你可能可以这样讲 那我再反问说 你是不是你的生活的层次局面太小 你以为你可以放下 你接触的人群 接触的领域 对啊 所以 放下身心是整个 任何逆境 就不是只有痛这件事情 很多人 你还会被恼怒 那你有人怎么会身心 我现在讲 身心放下 必定没有贪嗔痴 没有贪嗔痴 必定在人我是非里面 不会起是非 最终究还是身心 有没有放下 那完全前面五个做到 一定是这个 这个东西 你讲五我是在这里 最难的是这个 你智慧成就五我 前面五个都会成就 但是要 要到这边成就 一定是从这个地方先认识 先练习 所以佛陀三十七道品 为什么第一个要讲四念处 你要先从身心里面 绝念开始 那个念就是 你要念 你看精心 那个念就是要观察 你所有的念头 你所有的念头 现在讲念佛法门 现在不讲到法门 所有的法门都来到 你对身心的认识正不正确 正不正确 你为什么能放下 你要先决念 你的 你对身体依赖的 瘦 对身体的依赖 这个身体的依赖 为什么要修不静观 因为它一直在变异 它每天都在脱皮 我们现在的 因为是有医学科学的知识 有显微精有东西 才知道 你每天的八万四千细胞 每天都要退皮一次 你知道你的DNA 每天都要交班一次吗 就要死一批人在沙滩上 所以每一天的八万四千的DNA 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照镜子 你会发现你都一样 那什么时候会不一样 那什么时候会不一样 你会看到二十年前 跟 似乎最近不是破那个相片吗 十年前跟十年后的相片 你发现有些变化 你才发现说 你老了 那时候你 你里面的DNA 是每一天在老 每一天在变异 所以我们借着医学的知识 你知道 观神不禁 你里面每天都是在代谢 就新的进去 旧的出来 按我们粗糙到 我们每天必须要排便的时候 知道那个臭 才知道不禁 或者说 你每天流汗 你不喜欢的那个臭 才让你观不禁 那事实上 我们的这个观神不禁 观受是苦 这两个就是在观察 你所依赖的身心 从来没有在停止的 它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 一直往前在生灭生灭生灭 所以 你必须早早知道 这件事情 那个放下一定是一个智慧的一个练习 那放下 也是这个净土里面燕离心的一个开始 所以你不要一直只是说请佛 我相信佛 会来接我 净土法门不是这么简单而已 它的简单是因为它确实有 阿弥陀佛这样的宏愿 它有这个法门 它不像释迦摩尼佛 它在迷洩尼佛 它为什么在 贫婆说罗王遇害韋提希夫人的琴法 那时候它距离 释迦摩尼佛距离它的涅槃 只剩下七八年 因为那时候整个阿舌士王创位成功 所以等於是那時候釋迦牟尼佛已經年老了 講出這個法是因為我們眾生確實是需要還有一尊佛有依賴 佛頭也即將入面,要以他的教法自行,要執行那不容易 所以他告訴你,他所有的教法裡面都告訴你認識你所愛走的身心 其實是不久留,不可愛的 所以淨土的法門是從這裡面為基礎 念念回向有一位今現在說法的阿彌陀佛 你還可以去那邊學習 所以我說淨土它有它的對末法的一個意義 所以不管什麼法門,其實照進五運的世界是我們共同的功課 這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法門沒有人會把心經撇掉的 沒有人會把三十七道平的試念處移開的 所以你看淨土的驗下功夫基礎 就是你的試念處的那個觀生不敬、觀受是苦 跟這個觀法無我、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那是後面的智慧門 那個人修得越深,那燕尼心會越強 但是基本的放下身心就是要從觀生、觀受 你拿心經講的照間五運不可愛做 這種智慧叫做照間五運皆空 所以都是基礎喔 所以確定到後面的時候 那這個信願才會出來 但是一開始你看 我們現在剛剛講的這些布施其實 我剛剛講嘛 布施這些都是練習嘛 它重點在於舍嘛 你會慢慢去發現世間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因為你不舍而永遠存在的 你好好的去冷靜去觀察 你可以帶著走的 所以如果讀普賢行願你就知道 他最後就跟你講嘛 向王獅子 王座 權位 親人 財富皆要捨 最後你在終立生狀態 猶怒你走在礦 area裡面 一望無際 沒有人可以幫你 那最後 那個 你能找到一個大樹裡面 可以去修習安穩 那個是阿彌陀我們所講的... 化成的那個概念 中間有一個街影 的中途之家 你要成佛的菩薩道有個中土之家 其實就是淨土這個概念 以自立法門來講 就是那些聖弟子進入涅槃城 淨土也是 你去淨土是為了要成就圓滿菩提 再往下修行 他不再退了 所以我們有一天你們自己要各自去相應淨土法門 你再去聽基金會有關講淨土的 他跟你講三不退 他有那個功德 可是那些淨土功德就給這樣的課程 你們自己再去補修 但是我們持戒來講 你的持戒會增上念佛 你的念佛會幫助你持戒清淨 應該是兩個會互通的 所以真能念佛 最後最念佛其實是這邊講的 你的念佛 為什麼偶爾大師最後念佛 他的層次這麼多層次 因為偶爾大師講的念佛 必定這個真 我們講的真如 你要如法 這個真有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真能念佛 你這個佛是要開展你強大的一個覺醒 所以這樣子的佛大師家兩邊的法句呢 最後告訴你這念覺才能進入到心外無土土外無心裡 一定不是求的是十萬八千里的那個 他形容那個距離 就無量光無量獸 那個光除了代表智慧 獸除了代表福報 一般就理解到光獸 但是那個光跟獸 其實基本上那個獸就是金剛經講的 無獸者向 無眾生向 眾生向就是空間 他沒有空間的限制 所以你看無量光 他那個光有沒有局限 所以那個光是指空間 那空間不會局限的 那無量獸 就時間不會局限的 所以金現在說法 所以阿彌陀佛為什麼他的身號叫無量光無量獸 因為他就是沒有時空的限制 他沒有時空的限制 所以他無 我們自己的部分 他能射受我們部分 無量光無量獸 就顯然不是從空間那個概念 因為光如果有時間的概念 你們去理解光學 地球太陽光照到正面跟照到後面 那個時間是一致的 光是沒有這個止愛的 所以光這個概念 就是破除眾生向受者向 但無我向無人向 是你的功課 所以你要念佛法本裡面 你有沒有金剛精的智慧 要有 無量光無量獸 通常是小聖人凡夫 他不想去突破的 你們常常會講 要念多久 師父好了沒有 這個可以那個不可以 你有眾生跟這個 很多不想在時空中的緣起裡面 去行菩薩道 因為我們很缺諾 所以佛菩薩射受我們到淨土 去突破這個法的一個局限 但是你要去之前 你的忍我這件事情 這三個是你要突破的 所以你們現在慢慢能聽懂 為什麼師父講 布施、慈戒、忍入 光是你這一期 就是你主要的功課了 布施、要你做這個沒時間 要你做那個不可以 你充滿了我見身見 我的時間、我的空間、我的財富 我的這個可以、我的那個不可以 在佛門裡面一旦入門 你的這個第一個先捨的就是神行 所以 我已經太多例子 很多在五十歲 他的世間的責任禁了 然後出家 我說喝湯 你做少爺的命 少奶德的命 你後面的關係 千萬不要到佛門裡面 增加我們的困擾 你一進佛門怎麼樣 你會妄想出家之後 你會說我外圓發展可以在那邊 參蟬打坐 念佛、禮佛、拜佛 No 你出家先出坡 先掃廁所 先隨重 結果 辛苦桌 我都看到 沒有幾個成功五十歲出家之後 因為他的身心的劍 那個劍太強 他誤以為出家 你怎麼有那種福報看得起大眾 讓你在那邊打坐參蟬那個 那個都是一路 在佛門裡面整個身心 那種先練習、放下、先捨 你要先付出、先捨 一直以來華人乃至藏傳裡面 像忠課八、蜜勒日八 忠課八在訓練那個蜜勒日八的時候 不是常是這樣子嗎? 你的身心不捨 我們很難講到現在講到那個法 所以要承受這個法之前 其實你的身心要先抵蕩乾淨 受戒的時候其實我們在忏罪各方面 就是對身心這個世界 從外在世界到身心世界 我這邊比較不傾向外在世界的練著 娑婆世界 因為娑婆世界就是屬於多的五韻愛著 就是每一個人我我我 經歷人我 那才有一切的眾生相 所以這世界呢 就從外在世界到生這個世界 到心這個世界 所以我也是講心、身跟外在 但你都要放捨 那這放捨一定是從這念覺 這念覺才能爭 你有念這念覺性 而去觀照身心的虛妄 而能捨 這一連串才是完整的學佛 這是完整的學佛 所以有人把這個觀無量壽經講說 最後這個釋迦牟尼佛在流通分講 你能持這樣的語言 即是念無量壽 那有人把它解釋成 釋迦牟尼佛講 我講觀經 最重點就是不用觀也不用觀想 你念佛就對了 不是耶 觀無量壽經 最後那句話是說 你有這樣子 你聽完我講觀無量壽經的這些 那你去跟人家講 佛如是說 你有這樣照佛的如是說去決 去放下身心的觀照 自己的愛著 那最後能捨不愛著 那就是大布施 我想偶依大師的意思也是這樣 他沒有叫你不要布施啦 你念佛就對了 完全把這邊遮掉 你念佛就是布施了 那中間那邊省略 我們很多詮釋 把這樣的詮釋出來 這樣不對 你的念佛叫人是布施 是有中間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自我觀照 那這些12315 123 這一個就是在破除我 你的我的愛著 這個123這個部分 其實都是在破你的我見 我的我執愛著 那能持續才能產生定 定就不亂 那這樣禪定能不亂 那一心的信願才能現前 那信跟願 偶依大師這邊就兩個部分 你看你的信有好幾種層次 你在事項上在理項 到底 事項上的這淨土你信不信 事項上的這個修學 佛跟你講這樣做 必定會有一個功德跟一個消息 那你信不信 那淨土那個理是建立在 在這個理上我們講的 這個淨土它也不離開緣起星空 也不離開緣起星空 那所謂的緣起星空就是 那個 我們在淨土裡面 凡聖同居土 我怎麼樣學習那個 雖然沒有所謂的苦苦跟壞苦 它沒有苦苦壞苦 它沒有生命 但是它怎麼會讓你開悟行運 對諸行無常的智慧 你怎麼樣破除行苦 那淨土裡面的這個理 那邊沒有辦法照見五韻結空 難道淨土裡面就不講心經嗎 也沒有啦 淨土沒有五韻 那所以沒有五韻結空這些事情 不是有道場術可以觀察那個嗎 世界終身的輪迴相嗎 所以 性是性理 就是所有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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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的形成 你第一個信 阿彌陀佛 為什麼叫男性之法 阿彌陀佛他竟然有成就一個 凡聖同居土 可以遮三二道這個地方 這個很多人就不信了 因為跟你現在的存在 就不是這個現象 所以 男性之法是對阿彌陀佛 他這樣的一個緣起 你相不相信 第二個 從事相上 這件事情只有諸佛 唯佛跟佛能看見 所以佛 你要信 釋迦摩尼佛講出來的 這是由釋迦摩尼佛講出來的法 所以這兩個層次的信 第一個 阿彌陀佛的廣大 四十八大院的建議方便 這樣的信 你難信 因為你沒有親眼看過 那好啦 那這樣的一個第二個信 那就回到 誰說的 那這個信 你不想看 他就有 至少這兩尊佛的一個 信 信 那這個信 信 信 倫 有 這兩句就是有關理 佛教的教理 淨土還是不離開這兩個道理 那信是還是不離開因果的道理 這個淨土裡面的 不是完全的他力 也不是完全的知力 他是自他相承的 所以從信 它就有好幾個層次 所以你的信是要透過聽訓文法 讓你整個這個 這樣的信能堅固 這個第一個部分而已 所以我們的為什麼說這個 信就是我們到現在都還在成就信 因為我們的這個有關信力 了不得力 你的信力要出來之前 是因為你的 你的善根 不可以少善根 所以你的這個 要兼顧你的信力 必須有根來 那你的根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前半段 你怎麼形成這個 這個 善 你的善 就透過布施慈戒忍入裡面 去看 你這個我 你這個我 你放下我了 那我怎麼檢查 就從你 立言對勁有沒有貪稱吃 那你自己觀察自己不 以為就圓滿了 因為慈戒 有人慈戒就是把自己做好就好 Oh no 你把自己丟到 人我關係裡面 你就會看到你的我會常常現 所以剛剛你那句話才不接受 你在忍我這邊常常有起是非的話 顯然 123 這個裡面 你要做一個循環 你會 你會生見這個 從忍我是非裡面又看到我 從我裡面繼續在努力 在對之貪稱吃 又把自己丟到忍我裡面 你只要忌忍我 你要起貪稱吃 你只要一絲身心不捨的 都還不純熟 這是我 進途跑文在怎麼樣的一個異形 光是這個部分 你可能是輕忽了 異形到什麼異形 但是你最難的還是這個我 所以把這個驗下做好的做 這個純熟的 那你現在 很多人 你看各位 我就把你講 你只是要怕痛而已 我就當作是真的 你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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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練習 現在練習 其實那個 最後怕痛那個 都還好啦 其實就是在痛的時候 就是哀哀叫 但是你內心的 信願 這些東西都不是 它不定是 這些痛都是心痛 這些都你內心 這邊講的都還是內心不捨 那個 身體的痛 那個神見 有時候 大部分都怕痛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不要 被插管 被開刀 被怎麼樣 所以那個痛會撼動 但是那個沒有辦法 那個 那個痛基本上 就是 就是 你內心先搞定了 這些內心的煩惱先搞定了 那 後面 剩下的 這個第四個 第五個第六個 這種持續不斷這個功夫 練功夫是在這邊 真的是在這邊 所以我們講的初心柱 大概就是 光是這些 就是初心柱 那這些初心柱 你要再細微一點 你這邊要越來越能放 放得越來越廣 那這邊 觀照得越來越細 那人 你的人群 人群的關係 人緣越來越好 所以那個好 不是說 人情世故的好 就是沒有那種逆緣 沒有那個 內心 他跟人家 他自腦腦他 所以他一定也是透過不斷的精進 那你必須要回到常常 觀照念佛 然後最後 產生比較有 觀照力的時候 又回到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但是通常 這個第四、第五的 所謂的精進、禪定、智慧 這時候 一開始你不覺得你有功德 是因為 你大部分都在這個地方拉扯 那通常如果你這個地方 你的 你也是一個很容易 身心調柔的人 那你的 內心也不容易有這個 煩惱的現象 那處重也自在 那這時候 要的就是比較深細了 你就要在 常常是在 指觀當中練習 所以這個 進入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我們講的細心主了 還不明為禪定 細心 就是你的心很敏銳 那最後 我們 因為不是走那個 禪定的一個 一個路線 所以會來到 偶爾大師講的 當你的 這個 對淨土 不再有迷惑的時候 你的性 跟願 的具足的時候 你就是針對 念佛法 的這個 訓練了 性 性的 善 的這個部分 從這邊建立 從這個 從事 從天經文法 從這個 治他 這裡面就是講 治他 你跟 說婆的治他 告別說婆 你跟佛的治他 相信 那個 那個 皈依 一個放捨 一個是皈依的 所以 信這 信他 信因信果 你做多少 信多少 那個力道 就會回饋到自己身上 最後 怨 這些基礎功夫 這個 信 你常常要練習 那個怨 就是現在開始要下功夫的 念念 我們講的 這個 怨也要有怨力 怨的怨力 能不能堅固 那就要平常的 念念回向 念念回向 怎麼回向 以慈戒來講 我們現在慈戒 好像都沒在回向 沒有啊 當不負起貪政 是極大慈戒 所以我面對很多事情 我在慈戒的時候 就在看內心的這個狀態 而去決定 做跟不做 我們現在以慈戒來講 那做 就是柔與友情而做 那不做 就是惡事不做 那這樣不管做跟不做 這樣的內心 就是因為你後面有個很強大的動力 是因為我不在相識間 我的慈戒 做饒與友情 我不是在身後有的功德 我不造惡業慈戒 一個指持一個作詞 是因為我不在相識 跟眾生 輪迴的一個惡果業因 因為我這個 所謂的善 是回向進度的善 不造惡 是怕再種一個說婆的惡因 是不是兩端 所以慈戒也是驗下心善 所以你的 這邊講的 饒與友情千萬 因為我們也知道 我們會再來到世間 未來必定有緣 度眾生 但是以這一期 我慈戒念佛 是因為我照上 為什麼也要生那個 不以所得心 來行善 饒與友情 善是回向到淨土 善是回向到淨土 我不來到人跟天 那惡是因為我驗下 遮惡是惡 不能再有惡因產生 不但有後有 而且還來到世間 不好的輪迴 所以慈戒 不負起貪嗔痴之外 你發現 所以很多人死在這個地方 他認為 我重點叫 不負起貪嗔痴 所以你講 要跟眾生幹什麼 不敢 因為你有後有心 如果你紛紛念念是回向淨土 你的慈戒饒有情 的律儀跟這個饒有情心 都一切的這個善 涉善 這樣的涉善 都是念念回向淨土 那怎麼會打架呢 所以很多人 為什麼很刻意要去改那個 世事常行菩薩道 沒有師父我要先去淨土 去淨土 不是也是最終要世事常行菩薩道嗎 所以我們就改善巧方便 告訴你 怨生西方淨土中 最後 參公書改最後一個句子怎麼樣 迴入說度有情 因為我們這些大德 甚至你這期要拚 沒有不起後念後有心 要生到淨土 那所以 很多人因為害怕念生生世世 去尋菩薩道 他的觀念可能是有點錯啦 不能融通啦 所以 不負起貪生吃 就是說 你在慈戒 的這個過程裡面 像這些慈戒 很多人念佛說 裡面我做不到啦 念不就好 沒有啦 你這個就是要隨喜去聽 那這些戒的過程 你會聽到一個精神 他就叫不負起貪生吃 的遮止 貪生吃的惡 那在生情饒有情心的善 能做什麼去做 但這些做 紛紛回向 念念回向 心心驅往 不以這個 生人天心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邊讀懂 要讀懂 那所以這三個 哪個跟印下沒有關係啊 都有關係 所以你看我們的不失慈戒忍 這幾個我們那個戒律裡面 不失慈戒忍 如果用這種方式來理解這個淨土 這個念念回向 願則念念回向 所以你每一天的 這個發願淨土往生 在於你有沒有念念回向 我上次講回向是 你有實際的慈戒 有實際的內涵 那 那 那 才是 會跟 淨土的願相應 淨土的願相應 所以你回向 必須有實有理 有實有理 那 心心驅往 心心驅往 所以這個願 那 最後 行 為什麼這個地方我比較沒有講 第三個部分行 因為行講不完 行則無量法門 那 這個六度 偶爾大師就在告訴你 這裡面主要是行願 信願 那這裡面你讀懂的話 其實就是會歸 就是會歸 他其實是在會歸 會歸成一句 這個佛號 最後才會歸成佛號 你這樣理解之後 才可以確認人家說 好好念憤 因為有時候你沒有辦法跟老菩薩講 這麼深的一個過程 那你的確念裡面 你深知這念佛號 其實你只要你感緩 你也 說比較醜熟 你才死了 才死就是你知道苦了 苦到痛苦 像那一類的人 其實你在確認他念佛的時候 你是知道這個道理的 知道這樣那個理事的原有的人 那去確認人家念佛 我在講各位 你這樣的內心會扎實的 跟家人老菩薩講 你講這句話是 你知道這個理 可是一時間 對方不是這個根基 那你就叫他念佛 那天我在停車在7-11那邊 我進去叫我錢出來 我說奇怪 你穿一個 冬天那麼冷 穿一個老菩薩 穿一個貓鞋 穿你這剛好是你 對對 你把他想像就是他那個樣子 就長得跟他一樣 穿了一樣的顏色 然後頭髮長白 大概七八十歲 七十到八十之間 腳踏車 在天氣 穿的車 古的車 不是那天氣去廚 都很古的啦 可是我看應該是十方老人 可是不髒 那後來 我要開車離開 其實師傅有時候都特別去看這個 我也是意念我為什麼會給我這一集的父親做小孩子 因為我都特別意念那個工夫人 做工夫人 但是我入胎 在這個家庭成長 我跟他們行為思想都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就 你今天聰明有嗎 我說沒有耶 我說你兒子 你是摸聰明的嗎 我說沒有啦 我兒子 我們前幾天都不會把我試 都不會插 我說今天聰明有嗎 聰明有嗎 那時候有個習慣 你們大家聽過 我都會有零錢的習慣 我就在那裡 然後就給他 我就在那裡想 這百幾塊耶 這百幾塊耶 所以你就知道 他一整天撿不到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都被回收 都被 或者有一個團體拿去回收了 那後來我趕快在車上 我記得我有兩個五十塊的銅板 剛就放在車上 我再給他 你就會知道 我們一個小小的用布施而已 但是 以這個老菩薩來講 他可能要 要 要收集好 一整天都不一定賣 你看他煮 要賣到一百塊 要撿多少 要騎腳踏車 那我能跟他講 就借著他 歡喜 然後他那個 跟我當下的那個 如果你要念憤 我們這次 我會在你面前念名來語 然後我們這次人 這麼辛苦 我們不要乖 我們就是說 我們自己照顧好 你要念憤 你哪做這樣的團團 哪要念憤 你的鬼人就會出現了 我不知道會不會 至少就方便忘語 我要起信 讓他活著有希望 你看 你跟他七八十歲 他還有什麼希望 他就是 吃一飽 穩飽而已 他哪裡是要賺錢 你就是在他的人生 這麼無助的時候 就給他點了一點燈 這才點燈的概念 勸念他 你念憤 你聽叔父講 你這樣怎麼做 怎麼念憤 這樣 念阿彌陀佛 我們也要跟他說王生 你要怕死 阿彌陀佛不是只有往生的那個 就是阿彌陀佛很多有功德就會轉業 你要念憤 你念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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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所以我說 你自己在這個過程裡面 理解這些理事的時候 你最後信願你相不相信 最後就會歸一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所以他說法門很多 那最後正行 以念佛為首要 所以念佛 一旦從念佛這一個途徑 最後開展多方的路 例如小金阿彌陀佛 他只告訴你你就是念佛就對了 那楞岩這個大佛金怎樣 告訴你要觀照 要意念 楞岩要先開悟 你的觀照力要很強 你要意念阿 那觀無量壽金 他幫助你 你不要只是念 你要想 創造豐富的想 想韻 觀靜 那大吉經呢 就更高層次了 這個實相念佛的 他就不是以相 他也能以相 可是他最後還能破相 他能立也能破實相 就是 心外 無土 土外無心 心外無佛 佛外無信 就是 真理 性就講到真理本質 其實沒有一個 所謂的主體的佛 在那邊立在那邊 永遠不敗 不滅的 無事 那佛 佛的這個緣起 也沒有所謂的 所謂的真實 所謂的可得 所以這邊 這邊的 哪裏是心外無土 這邊講為事 這邊講真理 那最後這些都是 就是為事 這個實相的層次 那不懂沒關係 他只是在講 念佛有好幾個層次 那所以這個行 不要問別人 問自己 你相應小 你別覺得小 功德 未來功德 都是平等的 所以你能接受小 你就在這個地方好好的辭民 你能意 觀照 這個不只是意念 這邊講的 任元意念是指 大四字的念佛 原通章 跟那個 觀星菩薩耳根 這個任元性 不是只有意念而已 大四字的念佛 大四字念佛原通章 跟耳根原通 這兩個 基本上是在成就心願 跟這個觀想的 所以任元的基本上的一個意念 通常他已經具足了 破這個無名妄想 所以任元的這個意念 基本上 他有破忘的功德 破忘的功德 所以 那觀金這個靜 觀想 這個比較是為事靜 他希望你能以心的為事 既然妄想 那你多想點淨土的 多想佛號 多想佛號 多想 像我們這個年紀 大部分很多人的父母 都慢慢老了 這病 是 那你 你現在就想 觀星菩薩 就像我的 這個 這個 解脫的一個 主要因緣 那這個 我就要學習像觀星菩薩這樣 頂待阿彌陀佛 那我學習大致是菩薩一樣 我不要去執著這一期的父母 如何如何 因為所有的父母 我頂待那鼓會 就是我要度就要度這一期 由這一期出發 衍生到生生世的父母 所以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唯有往生到淨土 才能去報所有的 這個 佛恩 父母恩 食恩 眾生恩 所以這個三聖像的觀禁 我沒有辦法觀到這個極樂禁 整個這個十六種 那我至少可以觀察 這個阿彌陀佛的主要的聖像 所以我剛才講 你預期胡思亂想 那你何不建立 你人生最後的 要去的地方的那些境界 你觀到怎麼樣 不一定說你定靜的時候 這個像一直維持在這裡 你至少第一個目標 我觀到我連做夢的時候 都會常常出現 觀心菩薩阿彌陀佛 或是 就是你平常想像的那些境界 在夢中會常常出現 你做夢不要出現 最近那個王力宏怎麼樣 這個高嘉宇被打 然後因為什麼 你天天在聽 天天在那邊 你看啊 我們現在的廣告跟新聞 我們都是天天在熏 可是你每天熏起佛法 都沒有用這樣在熏 可是你天天就是 讓這些世界在那邊熏你 那我這個就是為世嘛 告訴你 為世的這個境界 你應該 不要只有單一的這個 詞明 口跟耳 而已啦 你這個意根 這個境 你可以好好的運用你的想像力 你的意根 現在還能用眼睛還能看 那你看像我們今天下午要講的就是 開始我就先拍照給他們看 就下午要講課 就是把這個下午就是先照局部 先把阿彌陀佛的局部 觀心菩薩的局部 大師子菩薩的局部 到這個稍微放大到全身 那最後三個在線前 你要一步一步的觀 你現在看佛教不要看整片的 整片的 你要先從這個一樣一樣的圍觀 一樣一樣的圍觀 你要聽我講嗎 就是說像你現在 你們等一下可以練習 你們每次從這邊進來 你現在閉上眼睛 你會發現這個教室出現的東西 有的人是少的可憐 有的人甚至連這個東西都沒有出來 有時候連白板這個東西都沒有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們從這三年來 你們進入教室 你們的眼睛是像很模糊的掃描機這樣掃過去 你們都沒有尋找看 尋找看明蘭語對不對 你們很少定睛、定神去看 那這個就在訓練我們的散亂心的眼耳鼻舌聲 那觀經它只要訓練我們的集中 善用你的心去策動眼耳鼻舌聲 去把每個觀 觀好 那因為你常常如果每次 所以我不用談多 如果像這四年來 你每次進入你的佛堂 你每次看 都看得很詳細 就是每一次不管你看哪個部位 你都看得很詳細 那甚至不只是看 你坐下來有在觀想打開練習 觀想 這個進入練習的狀況 那最後你就常常有這個因緣 像是在夢覺的時候 甚至在彌柳的時候 因為諸根敗壞 你現在易根的響 有響應宣傳 那因為這是你活著的時候常常修的 是你指持 所以我世間放下是放下的 但我不能放下的地方是這些 所以你指持名號也好 指持所觀禁也好 那到時候那些現前 就是往生的契機了 阿彌陀佛是藉著你的這些 你照做幾分 那個就是你接引的方便 接引的方便 所以這邊行門主要不講是因為有各種 那你就看你的根基 要根基 要自己的根基 但重點在這個 我們現在聽見文法的 這個建立信 信願的過程 這個信的過程 你也知道這個信不容易 觀念上有偏差 不具足 有懷疑 都不容易 那我們下一堂把這個不思其法 為什麼師父在這當中要講 因為法更細的 前面講的有關這個捨 這個外在的這些東西 這個不思先捨粗糙的 那內心的這個貪嗔痴的部分 是我們持戒的根本 那最後我們追蹤 真的要不思持戒忍辱的 還是在法上用功 那這條件還是說 當眾生來請問佛法的時候 那各位其實要認真地去跟對方 轉述這樣的一個法門 因為法才是解脫的一個根本 所以你們看了 真能念佛 信願往生 這念絕 其實你要去不去淨土 你能不能念佛 它其實重點都在五韻過患 你有沒有升官五韻過患 那個就是我們講的燕離說婆 因為佛不是不建議 佛這邊沒有問題 你去不了是因為 你沒有真正的放下 你對五韻的愛著的放下的練習 還不夠真切 還不夠真切 其實做到後來 他念佛往生沒有一個形式 那個行門八萬四千法 重點就只有一個 你在生病的最後一刻 你在人生低下的逆境 不管是身體健不健康 或者說你的財富的狀況 反正你在生命最後的低下 乃至面臨到臨終的時候 你最後其實內心沒有怨恨 沒有這種愛求 沒有不捨 可是你知道生命可歸一處 就是這一念絕 內一遵佛世界 你只是要這個 就是楞言的那個就是破旺 為什麼叫楞言的意念 它不是要你起照那個像 不是 那楞言重在意念 就是意念佛法的功德 因為它這個是信願的成就 所以楞言它是破旺 所以破旺才能真正的往生性多 就是你對於這個身心的這個 旺見愛子 對世間的虛妄 人家說看破 最後那就那就看破 你不管生命多富貴 生命多淒慘 那最重你不為這些身心世界所迷惑 就是投尾呼應 放下跟這個不被迷惑 就是投尾呼應 慢慢體會啦 想那麼多看破 這些東西事實上 以我現在的理解 它就是一個很融通的法義 只是說 在我不解釋 如果我先不想解釋到 用講東講西講得很複雜 其實我最後就是那句鴻鳴 我自己啦 就是最後就回到這句鴻鳴 意念佛菩薩的一個世界 若以我自受用來講 這些我都弄懂 我都可以思維過一遍了 那剩下的就是境界的考驗 就是你懂那麼多 那現在就是放不上放下 那會不會被迷惑嗎 中間這邊都不講 就是這樣子啦 慢慢來沒關係 因為我現在是在跟他們對話 可以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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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啊 不需要 除非洪法 除非洪法 洪法有時候不一定說 登台這樣坐著要大眾 有時候你要講給親戚 親人聽 有時候就可以講啊 對 對 不能講還是回到你內心嘛 第一個 不是炫耀 對 不是炫耀 那第二個 你也要知道你講的時候 你現在這個境界 是一個妄想的境界嘛 就是它可能就是因為 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第二個 就是我在努力在觀像的時候 還是回到為師的境界 一切像結實虛妄 但這個虛妄對我來講有幫助 因為它是我信仰建立的部分 它是我的渡苦海的一艘船 但是我知道是虛妄 為什麼 因為你要做這樣理解啊 要不然到時候 你真的無音進現前的時候 沒有就像現前 你的信心就毀了 你不能所有的信 我們的法門 為什麼要回到金剛經的境界 一切像結實虛妄啊 你不能去想見三十二相才叫見佛啊 三十二人見佛 是因為你在行門上 你堅力的夠勤肯嘛 但是相沒現前 就是空清淨不染濁 那難道那不是佛的境嗎 你內心無所濁的時候 那個也是佛的清淨相啊 所以有像讓你心聲歡喜 但是這種歡喜會讓你就 一直看你的看 然後不曉得放下 那這件事有問題 以前金錢法師也開始過啊 當這個像現前 讓你忘記念佛 那等一下起那種躁動的心的時候 總之一切的象生起的時候是要讓你起信 但知道覺知就好,你不用扣在那個地方 有些人在追求那個鏡中有信感,他想看得清楚的時候,那個象就變化了 就變形了,不需要,如實地知看 我再舉一個例子,像剛剛師傅在走到聞到紅土、紅塵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覺知知道有這件事情就好 但是如果你看到象一直去尋找那個巡視心出來的就不對了 一路尋找到象在哪裡來,跟那個象一直愛著 我這樣形容就讓你們去體會 因為我們如果有夠用功,有時候你真的,有時候那個象會一直出來 你會聽到佛號聲怎麼樣 那些東西都不用,心不要動搖 你該念佛就繼續念,那你不念就覺知就好了 覺知看,安住在那個境界狀態就好了 好,那麼,不思其法 那若諸菩薩,安住菩薩,境界律矣 他來求法,懷賢狠心,懷慧惱心,忌度便意 不思其法,世民有犯,有所違約,世然違反 那這個就是說前面我們從一路講到人家來求 那一樣,那現在只是說內涵物,內容物 這個誓源就變成人家來問,來求法 當然是求法證法,乃是來請你去說法,或是請講說 或是乃是我們講的法是指那個法本,金帳,金卷 那菩薩要隨利,隨利就是你有的要給 那你沒有的話你知道因緣,要告訴他去哪邊求 這個都是,所以我才講,有時候不見得是要由你這邊給出 你知道那個因緣在哪裡,會修的人 就是他不會錯過這種小小的事情 隨利所能而行,所以重點在隨利所能 而行法施,使他令其獲益 如果你有那種勞益有情形很想,看這個人好像很需要 那你願意這樣幫他轉一下,給他一個因緣 那後面他就可以從此自己走,就是這種心情 所以你們不但沒有這樣做呢 金,反,懷賢恨心,懷慧腦心 我說一個菩薩常常會什麼,你看你要讀這個金 有時候我忽然想,這個菩薩是怎樣 常常懷賢恨心,懷慧腦心 他到底是得罪了多少人 他到底是看世間多不順眼 所以做一個菩薩不應該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你說這樣的狀態而不畏說法 不與經見,就是我們講的慈戒 你就是已經犯了菩薩戒了 那嫉妒這個底下通常就是我們在現在台灣教育 就是教導各位競爭嘛 所以以前求學這樣就算了 沒想到把你的求學在外面在做事 這個同事之間競爭這種習氣 帶來佛門啊,怕別人聽到這個法 那生起的,他的領悟力比你還強 生起聖志,多獲利養 信徒都走到那裡去了 學也都走到那裡去了 例如這樣子 所以這個基督很可怕 不是只有賽世間 你會把世間習氣帶來這個地方 就單純一點 這個就隨喜了 就你發現你跟他布施跟說法 這給他一個姻緣 或者他超越你的時候 你不應該更高興嗎 所以我們看來眾生是這樣 他因為佛法而進步 那他那個進步呢 佛法所謂的進步 他不是叫懂很多,不是 如果這個他懂很多 以後很老講的,也很多 這個沒什麼好嫉妒 你會嫉妒一定是你理解佛法錯誤 因為如果你理解佛法對的話 當我給這個人佛法 雖然我也聽聞,他也聽聞 但我現在只是知道 我可能還沒有修正 但是如果有人這種知道 他後來他是立根 你看,那個早期我聽過金剛經 我沒有成就 可是我介紹六祖慧能大師 然後給他盤禪去學法 結果就開悟組織了 會不會來度你 佛法應該是這樣才對 你也比較厲害 然後現在看起來好像是 你學我比較慢 但是我發覺你是可度之才 是立根 你先學超越我 我不是應該更高興 因為最後你會立得到我耶 你可能是那個 這樣六祖慧的那個狀態 所以佛門裡面 不應該存有嫉妒的 那顯然你會嫉妒是你 你把佛法當鬥爭的工具 你以為在佛門裡面 佛門裡面有什麼好得的 各位 我們現在不要講說 我們的法師很會講很多立揚 我說 我們在這個區間裡面 你做義工,你做班長 你點數比較多 你的那個西方阿彌陀佛護照 有更多點數嗎 佛門裡面 我這邊不是營利團體 你們做執事,其有付出 沒有 師父讚嘆又怎樣 那些心願給多一個紅點 不是 你要不要那個點數 一定是不能存嫉妒心 不能存那個有所得心 所以有的人 在我們組織起來之後 本來是要好好修道 弄到後來 上面在那邊公公盡盡喝咖啡 底下用桌子在那邊 膽裡還是膽裡膽去 那個就是把世間的習氣 帶到佛門裡面來 你又不覺 所以才會有這種 你又不能理解 怎麼會在裡面懷賢恨心 那他基於這樣的情況 基督之心 據他文法月卷 升起聖志多獲利 你怎麼會反而去擔心這個 所以跟他師父的思維 多麼希望眾生離苦得了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多麼希望他超越我之後 他還能來利益眾生利益到我 那這怎麼 就不會存在這樣的煩惱 那底下 或雖未說 與 給他再將那個金卷 然與中間心存便意 變了 你心改變了 後面就不接續為他說了 所以你看 這個變變就是追悔的心 你看 雖佔與金卷後還方便所回 或以其他苦作、惡食、漏住等為方便 令求法者食生 例如 你要來這邊求法 因為我們這裡要出破作物 很辛苦 你敢來 我們這裡吃得不好 我這邊講的很多 來求法者他總是要住道場 把這個當理由 要想嚇退對方 這個意思是這樣 那如是等因緣 重點就是不想給他 這個聽聞佛法 那這個世民有犯 有所違約 而且是然違犯 那麼非然違犯 就是一樣 懶惰懈怯妄念無忌 因為他的饒意有情心 只要低下的 就是會犯這個 懶惰懈怯懈怯妄念無忌之心 那當然無違犯相 大概意思也一樣 跟前半段 一定你是觀察到這裡面有不親近的因緣 那好 那我就是 這個法我暫時遮著 我不給了 例如呢 這個你明明知道 無違犯者 為諸外道事求過短 或有重病或心狂亂 你們不用念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師父們邊念邊解釋 你知道他就是一個 不是佛法正道 他來求我們佛門過世的 假裝來聽課來請法 那這時候我遮法 那這時候我遮法 不說不給 那重病心狂亂跟前面一樣 那你說師父會有這個狀況嗎 我有重病我要來求法 我剛剛就講嘛 這重病 那師父你跟我開示 那我知道雖然有這個大法 但是我不想講 那你不能講令法 我只跟你講 你念法就好了 阿叔 你怎麼要跟他開示一下 我就說 我想說 你就要往生 那我叫你念法就好了 聽那麼多 因為平常該聽的都聽了嘛 所以就不能講我令法 這時候就是 你重病 那就是所謂狂亂 我之前舉那個例子 那個一直來找世徽尊的那個出家 狂亂殺 狂亂殺命 一開始我很認真 我好明念他 可是發現越講越不對勁 聽的時候 我發現我不能講 我越講越多 他越嚕 所以那種心狂亂 你就要遮了 那個時候你比較懷疑說 哎呦 是不能令法 我要利益他 沒有 你還是要知道眾生 現在到底正不正常 那所以 或有重病 或心狂亂 或心狂亂 這個就 就 我不做法不失了 所以第一個 外道是求 我們的過失的 來佛門這邊要亂的 那第二個 這個眾生 重病狂亂了 心心狂亂了 那底下大概就是 我在調伏眾生的 底下講 或欲方便調比伏比 出不善處 所以出不善處 就是我剛講 我們剛出教的時候 哪裡是要聽去文法 大德法師都是不講佛法 就聽課的時間很短 都是出波作物 這最後進階到理佛拜佛 他不讓你以粗躁 煩惱不恭敬心來聽佛法 所以為了方便調伏你 那讓你身心柔軟 所以不善處 就是你現在是整個是煩惱的狀態 先調伏你 很多的法慢慢來 我慢慢給 那先讓你身心 所以安利善處 從你 你常常出入不好的地方 跟一些惡朋友 惡之士 那些場所聚集 然後慢慢引導你出來 那引導出來之後 你身心粗壯 慢慢讓你調柔 慢慢讓你這個習氣 調的這個 比較特別這樣出眾 那最後佛法 才慢慢的一直正法 才開始加進去 所以前方便的 那個也是法 所以這邊那個叫方便 所以沒有辦法 還沒有辦法馬上說 講到佛法的這個修行次第 或者說這個佛法核心 還沒有給 乃至或於是法未善同理 每一種法 你還沒有辦法 為能善巧 善通理 未善通理 我們上次 我藉著其他的經典 在講善巧 解釋善巧 這個 菩提道次第略論講善巧 那個善巧有三個層次 就是你那個方法 是為了要對峙你的煩惱 那個過程 就叫善巧 所以 這個善巧在執行過程 你還沒有完成 讓身心通力了 也就是通很多 很多事情 你想通了 那比較明瞭了 那個力 就是我們叫力根力根 你比較明瞭 你心不是模模糊糊的 你現在的心好像阻塞的 這個狀態就是 有可能 說不聽 還是說 講了半天 你好像不太能理解 老是屢犯屢錯 有時候不是他故意 有時候你們在團裡面看待眾生 為什麼你看待自己的小孩子 看到這個組織裡面的年輕人 你會發現有些頓跟按頓的人 說不聽 善巧 善不善 善不善 有時候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這個人就是所謂的盾 很擄盾 沒有通 就阻塞 所以你們惡口 你咬咬一塊什麼 那種有時候 你這個未通力的時候 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善巧 循循善用 你要給他施 我們舉一反三的人是力根 但是力根要一剝一剝 一到三之中 你要隔個二 甚至一到二還要0.11 0.2 0.3 你要好幾步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在幫助他 但是你就是在訓練你的悲心跟善巧 你有悲心越強的人善巧越多 那所以這樣的因緣 你碰到這樣子的人 他對法未能善巧通力 那這就暫時不說 不給他那麼深的經典 怕他亂看 然後用自己的理解 這樣理解錯誤 那麻煩 與其你亂給 不如他不懂 他比較好教 黑白去看 看到尾了 一塊白不 黑到美妮不 再給我事物來漂白 那就很困難 就是 我還是覺得說 不要跳次第學習 寧可不懂 碰到對的音樂 我們慢慢學 你看我們這個律學班 我最不習慣講的是 你辦學期規定我要講完一部經 那個最難講 因為很多事情沒有辦法交代清楚 所以第六 禍父見比來求法 這邊也是煩惱的一種 就是他基本的態度不對 不聲恭敬 而且你發現互動的過程 這真的不是求法者有時候 順便交代一下 這邊不是當下就知道 如果當下就知道 就不應該給 但這裡面是一段時間的觀察 通常是指 第一時間很多人都會偽裝 所以你這個要不失佛法的人 其實你心要夠敏銳 到底這個恭敬心還有他 所以有時候你給的過程 已經發現他交賣心起來了 甚至他的行為很容易不認錯 人家跟他講的也不認為 第一個 你無禪 那個無禪無愧就是說 你又不能自覺認錯 又不能人家告訴你之後 你又不認為 那這樣無禪無恥的那個沒有的情況 其實佛法不能再給了 因為那種我慢三高 無場無愧 那個法水通常 沒有辦法再入行了 所以因為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不合聽法的這種二威儀已經出來了 這些過程都是透過教導 所以你看來到佛門裡面 會人家教導 你聽法壓成如何 甚至這邊講的 聽法的人在上面 那說法在下 所以通常我們不會去借那個議會場合 議會聽 你看都是T型的 聽的都在上面 那說法的在中間 看起來好像有個聚焦 但是我們盡量也不會去借這樣的場合 就因為我們通通 我們的這個 你看 藏傳他們請上司說法都要搭高台 那底下下座 所以聽法 說法在上 聽法在下 那現在很多會議是怎樣 是中間舞台在底下 那會議那個是聽者在上面 然後他上面聽者就這樣子看著法式 就這樣聽 聽法 那是不是因為現在還沒在訓練 我們還在上課 所以我們沒有強到 又要議事一下 所以這數就要坐上去 那就議事一下 大概在精神 其實不在這個做 是說大家聽法的這個心 是要恭敬的 不在這個做 因為有些場合 確實也沒有這樣的一個設施 所以底下 這邊講的 甚至 我剛剛已經講到 或知道這個人是頓根性 你跟他講所謂 那說你跟我們開稿 大方廣佛化驗經 這個根基跟這個教理都沒有合 那孔筆於聽文方廣 方等 然後廣大這個法教 這個三大生奇節應該是修諸難行苦行 一聽到這樣子的一個法 你就會心起障礙 身心不畏而起猜疑 那又生起另一種一個錯誤的知見 當生邪見 然後你就會回到可能根基不對 你跟他講的法 他不能理解 然後講到後來變成大聖非佛說 佛沒有 佛要我們這個修試念處就好了 他沒有跟我們講要到淨土 也沒有跟我們講這個 要再來世間行菩薩道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麻煩了 所以最怕的是你給錯的這個法門 增長筆之邪止 最後毀謗大聖 那最終這樣的眾生 自己損腦一切的這個功德 摔損腦壞 如果你有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態 而不會說不犯 那第八個 霍腹之筆 知道這個來求法者 如果你跟他說法有個狀況 就帶例如什麼 帶法治起手 定當轉步 是與非人 就有些人很喜歡 亂誦 亂誦那個 然後跟他講到這個 讀這個經很有功德 很有功德 非人不是那個鬼神化身那個非人 是他不是文法 對象不對的 他不是對的人 非人 非文法之氣 說得到此法者 他根本不是來利益自己 我要先開智慧 智求聖智 這邊重點後面 是拿來炫耀 拿來炫耀 拿他這個炫耀 然後乃至最後變成一個 試求去找人在過失的 或者遇得金券密葬 拿去販賣的 那如是等因緣而不失與其法 皆無違犯 皆無違犯 那最後 障礙不失的第七條 棄捨二人 更難 這個部分更難 從第一條講到第六條 的這個過程 就是你從 這個龜一 你身口一的龜 我先以佛三寶為 我的這個供養布施的一個對象 所以第一條清界 到後面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第六條 第六條 就回到師長 回到一般眾生 平背的一個財布施、法布施 那最後最難的 前面都是順境 乃至一般境 我認識的、不認識的 那最難的就是最後 是違逆你的 這種乃至所謂的世間的這個惡人 你內心有沒有氣捨他 你要不要對他做財布施跟法布施 但是那是一回事 但你內心沒有那種氣捨惡人 如果你 我迴避 因為我生怕被他影響 我迴避可以 那你迴避裡面 不能有捨惡人的觀念 不能捨惡人的觀念 那 這當中通常 我都會承認 我這個地方做不好 就是菩薩界 我自己都會承認這個地方 有時候我都會方便氣捨 也不敢接觸 沒辦法 所以你只要承認 因為這些都是親戒 可是我知道這個地方 我是要努力的 所以我再起一個方便善途 念頭就是 未來我當度 這個人未來會幫助 我一旦認識這個人 見聞這個人 我只會想說 我為什麼沒有能力度他呢 這個惡人 是不是因為過去我跟他擦身而過 錯失的跟他互動因緣 導致他精神的惡 用這樣的轉念 你發現很多的惡人 他在幼童時期或什麼 他可能就是少了一個因緣 或者說我們的一個人墨 或者說一個見聞 而不覺 那我們少了一個悲心 可能就在那個十幾年前的空間 這個人曾經我們有機會度過 那經過世間二三十年後 他變成世間的大人 不會跟你沒有關係 所有的人都跟我們有關係 所以我們菩薩是起的這個念 如果我現在在方便氣捨的過程 至少你有這樣的念在起造 所以我願意回到 我以前講過這個例子 以前我說要隨地 張菩薩度三二道 那句話我打包起來放口袋 我先到極樂世界 就這樣 那你說你有沒有退心 若以當初你在地藏菩薩那種發願 你現在就是退了 對不對 但這個退裡面沒有放棄 你要淨土 進修 回入娑婆 要再滿這個願 你不要說 呼呼起來 七七起來 沒有這個事情 那這樣就是過世 那個就是我們講的 退失菩提心 那所以這邊特別講的 很多人看到這條街 這個好難 這個好難 第一個 這個叫方便氣捨 方便氣捨 這邊基本上就是 遠離基本上 我沒有氣捨 但我遠離 人家可以不算 但我沒有 你不能氣捨 你到底是遠離來氣捨 你自己內心就很敏銳 對啦 就觀察 然後剛剛講的關鍵是 這個人很是非 如果一個內心很清靜的人 你不會覺得這是非 一定是這裡你是他非 所以 他在講別人的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怎麼是非 那麼多 沒有啦 我意思是說 我已經知道這是是非 但是我覺得你是非好多 那個絕就是你在起到那個響 你其實已經在 對你已經站他的對面 但是這個是 就像這樣講 我坐在車高鐵 就很多 這邊講王力宏 那邊講高家瑜 後面講媳婦 前面他講什麼 就是沒有 就坐車就也不好休息 但是我聽這東西 就叫 是是非非 但是對我來講 我沒有起 唉唷你怎麼 所以我要遠離你 不是啊 基本上遠離就是你 你念佛 你不去相應 你就不是是非人 你 你啊 起一個時候 你很是非 我要遠離你 其實這個看起來是遠離 雖然是有氣捨的概念 就你處重的時候 他在是非 你知道 你覺知他在是非 但是我不相應 我在裡面做我的事情 對啊 你特別討厭他 然後 明明這次被法師分配 你們兩個就一組的 但是你又想盡辦法 跟師傅講 你不要跟他一組 那這個就是氣捨 但是 如果在過程裡面 他的種種是非的行為 你知道是是非 你要防護你的身口意 你不相應 那這個就遠離啊 這個 這個很細微 你是要很清楚啦 要很清楚啦 之所以我們會害怕是非 因為我們心中有是非 還不平等性 那可以修 你至少先覺知 就是我會跟是非這個東西 我有 我會被起煩惱 甚至我會害怕 所以我因為會害怕而起慈戒 這可以啊 但是因為你就知道 你終究還是著相了嘛 但是你不能說著相 而弄我們怎樣是非啊 那就又變成相怨愚痴了啊 現在聽懂嗎 就是我們慢慢的 我以前講過嘛 身遠離 就是強大到 我根本內心沒有辦法轉念了 這個也就是我們要去淨土的原因啊 因為那邊沒有三二道啊 所以我是不是有所謂生要遠離那個情境 可是到後來菩薩修法是 你不用離開那個境界啊 你要離開境界是因為 我認真了 認假為真了嘛 所以淨土法門 我們就是這一類的根基的人 所以才有凡身同居啊 可是最終那邊訓練怎麼樣 要往實報莊嚴方便有餘 方便有餘實報莊嚴 最後能成佛的境界是 你不用特別遠離啊 因為那個就是是非皆知虛妄啊 你著了 是非才會影響到你啊 那是第二個階段啊 所以你問的應該就是第一個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裡面 我知道有是非覺知 但是我不跟是非做意的情況 那我可以守住好我的身口意 我正在持戒 我正在念佛 那沒事我不要跟這樣的人在一起 那有因緣 那我不氣捨這個因緣啊 當下就去練習啊 就是這樣子啊 那這邊的二緣 我們先不要想殺人放火的惡人 因為我們也hold不住啦 那但是至少 我們就說我們同餐到有習氣煩惱中的人 就當作我們的練習啦 我必須要離開了 好 好 後面你們自己要預習 像障礙戒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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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